大家好,我杨峰 多年以来,一般大众一直有个看法 中国在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国家 是科技产业的追赶者 中国虽然已经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世界的工厂 甚至于中国的工业总量 超过了美国加日本加上德国的总和 但是,人们还是以为 中国在许多科技产业上落后 中国一直在极力追赶美西方的发达国家 尤其是当中国在芯片领域被美国打压 封锁,被美国卡脖子 中国在芯片产业上的落后暴露无遗 那我们今天要扭转这个说法 中国在科技产业的发展势头 和发展的模式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 日本,德国,英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 竞争不过中国 也无法同中国抗衡 唯一能够同中国抗衡的 目前只有美国 我们把最前面的说法反过来 今天不是中国在科技产业上 同美国抗衡 而是美国在力薄中国 美国同中国抗衡 而且,这是在全方位的产业竞争上 包括了军工产业 我们先把中国在科技产业上的竞争力 同日韩、欧做个比较 然后,再针对中美两大国进行分析 并且还将探讨中国在科技产业模式的强处 也就是美西方国家 难以同中国竞争的地方 汽车产业是日本工业的四大支柱之一 在全球有很强的竞争力 日本汽车于1970年代末期 和1980年代 以品质和省油的优势 成功占领美国大陆市场 1980年代 欧洲还因此对日本乘用车的进口加以限制 如果不是如此 日本车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会有更大的进展 但是 中国这几年 在电动汽车产业上的发展 以及在全球的销售表现非常突出 2022年 中国汽车出口突破了300万辆 达到了311.1万辆 同比增长54.4% 超越德国了261万辆 仅次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再看看今年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 中国汽车出口数量达到了99.4万辆 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汽车出口在两年之内 连续超越德国和日本 攀升全球第一 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前进的速度 同时体现在值和量上 之前中国大陆一直有所谓的 弯道超车的说法 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其体现了中国产业在往前奋进的精神 而且不只是精神 还体现在实质的成绩上 坦白说 从1990年代以来 中国汽车市场就是全球各家汽车厂商 进竹的地方 全球汽车品牌 纷纷到中国设厂 1990年代的中国 是全球各家汽车厂商 百花真名的年代 就连台湾的玉龙公司 也跑到大陆去 跟东风汽车集团 共同组建了东风玉龙汽车 虽说是百家真名的年代 但是大陆本土汽车品牌 就在这时候 悄然崛起 只不过 形势比人强 进入2000年后 大陆汽车品牌 虽然逐渐冒出头 但仍然被普遍认为 低档车 安全系数不够 这样的批评 同1990年代初期 韩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 是一模一样 不要说什么 低档不低档 碰撞事业的安全系数 高不高的问题 但但是品牌这一关 中国的汽车厂商就过不了 难以打破世人根深蒂固的看法 但是 中国汽车厂商 在电动汽车电池 和纯电动汽车上发力 在这两个层面上 打出了天下的时候 也连带的 把传统汽车品牌 给带了出来 中国厂商 是从电动汽车电池 和纯电动汽车 逆袭成功 然后 也为传统动力的汽车 打开了市场和口碑 弯道超车 只是中国产业链 逆袭的模式之一 其实 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发展 也走过一些弯路 遇到一些困难 例如产能过剩 资源重复的问题等 举个例子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大陆有不少的省份 有自己的钢铁厂 其中一些钢铁厂的规模 比不上其他的省份 生产效益也不是很高 这时候 中央就得要进行整合 整顿 淘汰身材效益 比较差的钢铁厂 但是整合 整顿 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 没有哪一个省份的钢铁厂 愿意被整合掉 钢铁厂只是一个案例 中国进行产业整合 消化产能过剩 足足经历了20年之久 另一个产业模式 从低端 下游技术 走上高端的上游技术 改革开放之初 大陆在许多的产业类别 缺乏技术 没有关系 没有技术 就引进技术 或是成立合资公司 当有了某个类别产业的技术之后 就想办法往中端技术走 掌握了中低端技术之后 就想办法扩大规模 产生规模效益 然后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在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市场之后 再往上游技术走 从而掌握整个产业链的技术 强化了市场的竞争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太阳能光伏产业 中国太阳能业者 先从中下游技术开始 包括太阳能电池 模组 太阳能电厂的建设等 然后再往上游技术的材料 例如金龟和薄膜技术走 2022年 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组建的市场份额 超过了80% 这是一个一面倒的优势 20多年来 全球发展太阳能产业的国家 总计有日本 美国 德国 韩国 和台湾 中国大楼是后发展者 是后起之秀 却还是把全球太阳能业者给打败了 这是明着竞争 也明着打赢 有人批评中国这个模式 认为中国是靠着政府补贴 或是引进技术 学习了技术之后 再同原公司竞争 抢占市场 引进国外技术的 不仅仅是中国 其他的国家也是 就连发达国家 也经历过同样的模式 试问 全球有多少国家成功了呢? 这都是事在人为 大家各凭本事 就连美国现在 也在大力进行政府补贴 波音和空客 这两家全球民用客机公司 几乎瓜分了全球市场 这是寡头独占 然而 即便是如此 美国和欧洲 还是分别给予这两家公司补贴 像话吗? 美国除了政府补贴之外 还设置了人为障碍 利用四航证 来卡住其他国家的 航空工业的发展 到了今天 中国已经具备了 所有的工业类别 因而发力往高端技术走 往开发前沿技术走 例如5G通讯 超级计算机 云计算 大数据 能工智能 半导体技术等 中国产业走到了这个地步 对美西方国家 产生两个层面的冲击 第一个层面是 冲击了除美国之外的 所有西方国家 包括欧洲和日韩两国 中国在中高端产业 冲击这些所谓的 发达国家的中高端产业 第二个层面 同美国直接竞争 前面提到 中国产业的发展势头 和发展模式 已经超越了美国之外的 所有西方国家 到目前为止 只有美国能够同中国抗衡 1990年代末期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曾经对中国的发展 做了一个预估 他说 若干年之后 中国必然是 亚洲第一大经济体 而且其经济规模 将超越周边国家的 总和 我们引用他这句话的意思 中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和前景 全球没有其他的国家 能够抗衡 而在目前 也只有美国 能够同中国抗衡 我们先引用 中美双方各自 军工产业的发展 做个比较 在进入新世纪之前的 1990年代 美国军事科技 领先全球 主要国家 一到两代的技术 而且是 值与量双重的领先 没办法 这是美国的科技 叠加 美国的经济体量 使难 这是超级大国的 必然结果 全球没有第二个国家 可以同美国相比 进入新世纪之初 我们看到 美国在好几个类别的 军事科技 大幅领先全球 这包括核潜艇 隐身战机 隐身驱逐舰 末端拦截的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中断拦截的 标准防空导弹系统 机关武器 电池轨道炮等 而原本的航空母舰 美国已经领先全球 几十年了 美军几乎是天下无敌 但是 无敌的美军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 20余年 不论是在军事武器的设计 造舰的能力 新军事科技技术的开发等 都慢下来了 除此之外 还错误频出 例如福特级航母的电池弹射系统 其故障率过高 到了今天 还是无法有效解决 以至于 原本是要部署在 太平洋的福特号航母 改为部署在大西洋 珠穆沃特驱逐舰 也是问题多多 虽然 具有高隐身能力的科幻外观 却是重看不中用 而滨海战斗舰 更是一个笑话 至于 服役之初 号称领先全球50年的 美国F-22战机 几乎没有派上实际的战斗 F-35也存在一些问题 相较于美国 11年来 中国大陆的军事武器 如井喷一般爆发 两年前 我们提过 中国在军事武器的增量快 美国则是存量高 然而 近两年 中国在增量方面的进展 已经同时往存量上迈进 举个例子 大陆052D导弹驱逐舰 第一艘的昆明号 于2014年服役之后 至今已经建造了30几艘 首艘的055万吨驱逐舰 于2021年1月服役 已经完成了8艘 现在正要进行第二批的建造 从052D于2014年服役以来 两种级别的驱逐舰 已经建造了40几艘 而且是不同级别的驱逐舰 这才还不到10年的光景 美国呢? 虽然今年出了伯克级三型 但还是一样伯克级 第一艘的伯克级 于1991年服役 至今已经32年了 美国仍然还是停留在伯克级 由于新型的珠穆沃特驱逐舰的失败 美国军方至今还没有想好 下一代的驱逐舰的设计 中国军事武器由于迭代技术快 增量同时转而为纯量 中国大陆这样的军工技术 军工产能 美国比得上吗? 这绝对不是吹 而是现状 再说了 中国在电池弹射的成功 以及全电推进的领先 未来在两栖攻击舰的电池弹射舰载机 以及舰上的机关武器和轨道炮等 都将领先美国 未来可能还会有电池弹射的火箭炮 导弹等 英纪21反舰弹道导弹 已经上舰了 这是全球第一款的上舰的反舰弹道导弹 美国还在那边想 要如何排除既有的障碍和困难 要怎么设计加入新的功能到军舰上去 而中国速度在海军舰艇上再次发威 这是从民用科技到军事科技 都显示的中国速度 回到民用高科技产业 前阵子我们有一起的内容 未来中国才是真正芯片全产业链 这期内容我们阐述了中国芯片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在28纳米芯片国产化 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 可能再过两三年或是三四年的时间 中国在28纳米技术将完全或几乎完全实现国产化 请注意 这时候可是28纳米技术的全产业链 如此 尽管美国协同盟国对中国进行封锁 但是中国以一国之力 对抗多国技术封锁 即将发展出的28纳米成熟制成工艺的全产业链 这是全球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办得到的 中国一国办到了 一旦有了28纳米的全产业链的技术基础 再往先进技术走 会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这时候的中国芯片产业 具备了全方位的技术 就如同前面说的模式 从中低端技术走向高端技术 然后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技术 雄霸全球市场 从相对竞争优势来看 美国当然有其长处 是中国目前所布局的 例如 一 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 仍然领先全球 二 美国能够吸引各国的技术人才 到美国学习或发展 三 美国的研究环境优良 有许多优良的大学和私人研究室 实验室和设备等 针对美国的优势 中国大陆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补足 一 中国有数倍于美国的理工科人才 而且 中国的理工科人才 数量仍然处于上升的趋势 画面上的图表 是2016年福布斯的数据 中国在所谓的科学 加上技术 加上工程 加上数学 STEM 这些领域的大学毕业生人数 是470万 美国大约是57万 相差超过8倍 另外 根据美国华府乔治城大学 的研究数据 到了2025年 中国将有约77000名 理工科博士毕业生 几乎是美国的4万名的2倍 如果排除美国的海外留学生 中国的数据 大约是美国的3倍 这就是未来 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所在 二 至于美国的创新能力 在全球的确是佼佼者 然而 中国在科技的实现 和商业化方面 决然领先美国 举个例子 美国军方先想出了电池弹射的概念 但是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的电池弹射 却不如中国福建舰的稳定 福建舰航母采取中压直流系统 福特级航母却是中压交流 电池弹射虽是一样的概念 但是两者的技术不同 中国在科技概念的实现化上 胜出 再举个例子 2021年5月 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 成功着陆火星 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 中国这一次成功着陆 是一次性的完成了三项工程 一,进入火星轨道 二,在火星表面着陆 三,以及运行火星车 驻龙号 中国太空团队 一次性的完成了三项工程 超越美国 孟子腾文公 第一章有云 顺和人也 与和人也 有为者亦弱势 不论是软件 硬件或系统 大陆的研发团队 也都可以做得出来 纵然 美国目前在创新概念上 仍然解出 但是中国研发团队 也办得到 而且速度会更快 过去 人们总说美国在系统工程上厉害 也因此 美国在航空母舰的军事武器等平台 以及复杂大型的科技项目上领先 例如 美国在国际空间站 太空科技等 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但是 国际空间站和太空科技方面 也都被中国追赶上来 大型科技计划 不再是美国的专有 相对的 日本在科技领域走入了 斤斤计较 钻牛脚尖的地步 日本只能够强调工匠精神 为全球的产业链分工 提供零部件 例如 日本在半导体化学材料方面的 精密度研发 日本已经失去了系统工程的竞争力 只能够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一员 更别说大型的科技计划 日本于2018年 宣布放弃其X2新神隐身战机的 研发计划 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 中国展现给世人的 不仅仅是在系统工程上的杰出 而是从计划初始的设定 目标拟定 再到技术开发 技术验证 从个别小的精密技术 堆叠到整个系统 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 大型科技计划 都显得突出 实在 中国是在整个科研项目 计划上的结束 这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过去系统上 的出色表现 以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发展的趋势来看 全球唯一能够抗衡中国科技产业的 只有美国 然而 那也只是目前 如果美国在科技的实现化 商业化 以及生产效益上 没有改进 美国同中国在科技产业上的竞争 将会败走卖城 特别是 中国还具备了强大的工业能力 和 齐全的工业类别 这是美国所没有的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丰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